可以啊 56709 去年我有很多考生都听了我的 现在说话就是去年了啊 去年很多考生听了我的直播课之后呢 二件考生参加了一件法规考试啊 基本上都过了啊 可以的 哎 这个星河已经告诉他了啊 哎呀 现在从现在开始的话 我就按照二件的来给大家讲课了 就是说二件变哪 咱们就变哪 所以那其实呢 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啊 你到时候就知道 就是从现在开始 二件变哪 咱们就变哪啊 所以那你就跟着我来走就行了 我也希望大家快过 对吧 别互相折磨了啊 都是后 你要你留下呢 就是互相伤害啊 你叫总也没有个总的身份 对吧 就光叫 没有用啊 啊 今晚身体 啊 好了 开始啊 啊 准备好了 开始啊 好 各位喜欢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环球网校 我是安国庆 那么这堂课呢 我们继续进行2021年度 一级建造式建设工程法规 及相关知识 直播大班课的内容 那么还是一样 在正式讲内容之前 来做几道题目 首先的话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一道题目 关于一级建造师职业范围的说法中正确的事 对吧 问题哪一个是正确 好 第一个 发包人和建造师呢 受聘企业已经解除了承包合同 办理了交接手续之后呢 可以公换项目负责人 对吧 你们公司都不干了 你赖着你赖着不走干什么呀 所以呢 哎 换了就行 不能同时担任两个金以上项目的负责人 对吧 这句话没有问题 但是呢 有三种情况呢 是除外的 哪三种情况 第一个 同意工程相邻 分段发包或分期施工的 第二个呢 验收合格的 第三个呢 因为非承包方原因 停工导致超过120天以上的 且经过建设单位同意的方可 在另一个项目上同时担任项目负责人 对吧 你小型没有关系 啊 那所以呢 D选项呢 少了些 少了我们的建设单位同意 那C选项 在担任负责人期间 经受聘企业同意 可以变工注册吗 谁呀 哎 找的是建设单位 对吧 一个好的项目负责人 最终呢 是由建设单位受益的 所以呢 要经过建设单位的同意 答案呢 选的是A选项 好 再来看这道题 关于一级建造师职业岗位的说法中 正确的是 第一个 一级建造师呢 可以在设计单位担任注册结构工程师 这个呢 你只要是本行业的 你也知道啊 结构工程师呢 它是有一个专门的相关的考试的 有一个专门的证书 对吧 你可以到在设计单位上职业 对吧 你可以干其他的工作 但是你做不了注册结构工程师 只能受聘于施工企业吗 可以在勘察 可以在设计等等等等 只要是这个行业里边的话 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限于项目经理啊 说白了 你只能做项目经理吗 不是 你也可以做一些什么 技术负责人啦 或者一些管理人员等等啊 不是说仅限于他 可以担任大型项目的项目经理 对吧 我们的一件呢 已经是最高级别的了 大中小型都可以啊 所以呢 你可以担任大型的啊 答案呢 选的是D 好 我们讲过好几个 哪些是不一定会挂入呢 第一个呢 是退休或者提前退休的 说的是退休 而不是内退啊 说的是退休啊 其次呢 有两个 一个呢 是谁啊 事业单位改制 在他的下属企业上班 但是呢 保险呢 还是由事业单位的来缴纳的 还有一个是吗 在学校里边上班 对吧 然后不是 由学校呢 缴纳社保 然后呢 在他的学校的下属企业呢 注册的 这两个呢 他们都属于事业单位 而且里边都有一些联系 所以呢 这里的话 你国有企业改制 没有任何的关系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呢 就不要选他了 那在报价咨询公司注册 然后呢 由商贸公司呢 来缴纳 会不会是部队的转业人员 因为什么 自主啊 责业人员 是军队的自主责业人员 他说的是啥啊 是转业 那就不对 那某大学的老师 由他所属的设计院 这个呢 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在监力工程师注册 由劳务公司呢 来缴纳 然后呢 这个呢 也不算 对吧 哪一个不算是挂中啊 就只有C选项 那就是大学的下属的院校 对吧 那答案呢 就是ADC 好了 那么很多人呢 关注了一下 今天的这个主题呢 叫做建设工程担保制度 对吧 那么才上第一节课的时候呢 很多人呢 就关心 说老师啊 那么我们民法典改了以后 对于我们法规考试影响大不大呢 那么本周一呢 哎 我们的二件法规教堂呢 也就正式出现了 我们前面学过的地方的话 影响比较大的一个地方呢 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啊 来 你回顾一下 来给大家改 这样什么呀 大家想过吗 专利权的保护对象有几个 有三个 分别是发明 实用心形 和外观设计 对吧 这是我们第一章第六节里边说的 那么发明呢 保护期是20年 实用心形呢 保护期呢 是10年 而外观设计呢 改了 既然外观设计改成15年了 好 这个呢 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 然后呢 我们的担保制度呢 之前呢 我就说过 哎 等着二件教材下来以后呢 我再给大家进行一个讲解 所以这节课呢 我们就不讲这个什么招头标了 我们来把这个担保制度 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每年呢 固定分支考四分三道的题目 我们的担保呢 有五种形式 分别是保证 抵押 质押 留置和定金 那么一块呢 来看一下 首先呢 来看一下 担保的相关的规定 所谓的担保呢 指的是 当事人根据法律规定 或双方约定 为了促使债务人履行债务 实现债权权利的这么一个法律制度 什么意思啊 咱们有一句话叫什么 欠钱的永远是大爷 对吧 我把钱借给了你 然后呢 好 借钱的时候好说话 还钱呢 这就不好了吧 所以呢 为了保证 我能够把这个钱呢 顺利的要回来 你在借钱的时候呢 你需要给我啊 压点东西 是吧 你要给我提供点担保 啊 为了促使你能够履行债务 为了保证我能够实现债权 这是担保的一个基本的目的 那么担保方式呢 总共呢 有五种 分成了三大类 第一个呢 叫做保证 保证呢 是由谁啊 是由人来做担保 啊 大家想啊 你如果去银行借钱的话 啊 你要去银行借钱 银行呢 说你找一个人来给你做保证吧 对吧 那你说 哎 不需要 我以我自己的人格来做担保 我能够按时还钱 那银行怎么说 你的人格一分钱都不值 对吧 那保证呢 指的是你和银行以外呢 你需要找一个什么 第三人来给你啊 做担保 好 第二个的抵押 第三个质押 第四个留质 那么这三个呢 是用什么 是用物来做担保 那比较常见的话 你比如说抵押 我们呢 去银行呢 做贷款买房的时候 一般的都什么 把这个房子抵押给银行 对吧 是用什么 用物来做担保 事后呢 你不还钱 咱们说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庙 对吧 行了 房子在这 我可以把这个房子呢 折价了 拍卖了 或变卖呢 来进行一个处理 好 最后呢 一个呢 叫做定金 什么 拿着钱来做担保 好 你要找人买东西 可以先交点 定金 对吧 好 这是我们说的保重方式 然后呢 再来看下面这句话 第三人呢 为债务人 向债权提供担保时 可以要求债务人提供反担保 那么什么叫做反担保呢 我们俩这样想一下啊 好 假设的话 我就拿我来举例就行了 我是债务人 我去银行借钱 对吧 那么银行呢 就是债权人 好 那么银行呢 是这样说的 你找一个人来给你做担保吧 对吧 我的人格是不值钱的 所以呢 我只能找一个额外的第三人来帮我做担保 好 假设的话 你们来想一下 现在我来找你呢 来做担保了 你呢 就是这个担保人 那么这个担保人 他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是这样的 他要跟银行呢 做保重 我保重安国庆 他能够按时还钱 如果他不还钱的话 我帮他还钱 这是你需要去做保重的 对吧 好了 大家想想 现在的话 我去银行借钱了 然后呢 我找你去帮我做保重 你心里会怎么想 大家想想 你自己心里会怎么想 你会这样想 啊 我去给你做保证 对吧 你还不上钱 我帮你还钱 凭什么呀 对吧 倒霉的未来 如果让你跑了之后 倒霉的还是我呀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怎么说 行 让我给你去做担保 可以把你的房本压我这 或者把你家鲁班压我这 对吧 如果说你还不上钱的话 我拿着你这个鲁班的去做抵债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 叫做反担保 让我给你去做单做担保 可以 你在返校的呢 压点东西在我这 这个呢 是可以要求的啊 是可以要求的 好 然后呢 再来看下面这个 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 如果主合同无效 担保合同 他也无效 那么这是一个原则 什么意思呢 那为什么说是担保合同 是主合的从合同啊 我们还来到看的这个地方 来你看啊 我去银行借钱 所以呢 我跟银行之间的话 会有个什么 会有个借款合同吧 啊 会有一个借款合同 然后呢 你帮我呢 去做担保 对吧 你要跟银行呢 下保证 我保证 他能够按时还钱 如果说兴安的不还钱 我帮他还钱 对吧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担保合同 那大家想一下 你们为什么要签这个担保合同 就为了保证银行 能够顺利的把钱借出来给我 对吧 所以呢 我们这个担保合同的目的是 为了保证这个主合同 能够顺利的进行 所以它是一个从合同 为了保证主合同 能够顺利进行 好 所以原则上就是 主合同如果无效的话 那么担保合同呢 也就无效了 好 现在来给大家补两句话 来在这补一下 好 第一句话就是 如果说主合同有效 主合同有效 那我们的从合同 也就是从一下 担保合同 一定有效吗 主合同有效 那么担保合同就一定有效吗 你要明白 这是两负合同 对吧 主合同和从合同 是两负合同 原则上就是 主合同无效 担保合同无效 但是反过来的话 你就要注意一下了 主合同有效 担保合同呢 它不一定有效 这句话怎么来理解呢 我们在后面呢 会跟大家讲 无效合同 对吧 如果这份合同呢 你违反了法律 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话 那么呢 它就是无效的 对吧 所以呢 你这里呢 是两负合同 假设主合同合法了 你从合同违法了 那么这个有效 这个呢 就是无效的 对吧 所以呢 我们说 主合同有效 担保合同呢 它不一定有效 这是第一句话 再来看第二句话 主合同无效 可约定 担保合同有效 主合同无效 但是呢 我们可以约定 担保合同是有效的 那首先呢 我们的法律条文呢 也是这样说的 你看啊 原则上是 主合同无效 担保合同也无效 但是呢 担保合同 另有约定的话 按照约定来处理 这句话 怎么来理解呢 我来给大家说一个 司法案例 我们直接来看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 没有给大家 没有用 所以呢 不需要浪费你的纸 就直接这样给你放了 那么这是由福建省 高级人民法院呢 做的这么一个 借款合同的判决书 那么在这里的话 你会发现 因为呢 主债务文的借款行为 构成犯罪 所以呢 这个借款合同呢 是无效的 就告诉我们 这里呢 主合同是无效的 啊 主合同呢 已经无效了 但是呢 凡事就怕出现 但是 怎么样 我们的担保人呢 在担保书中呢 是这样承诺的 我这样说的啊 说如果借款人呢 未能按照约定履行债务 担保人呢 在收到所长通知后 60个工作日呢 无条件代为清长 不得有任何意义 然后呢 担保的保证书下的担保呢 是担保人的连续性义务和责任 其连续呢 不受任何争议 任何索赔 任何法律程序的影响 什么意思啊 就说白了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 我都帮他去还钱 那么这个时候呢 法院呢 就这么认为了 哪怕呢 你组合同无效 但是呢 因为你说了这几句话 我就认为 怎么办了 你们约定了担保合同 是有效的 好了 这两句话呢 是给大家做了一个补充 要注意一下 第一个 组合同有效 担保合同 它不一定有效 组合同无效 但是呢 我们可以约定 担保合同是有效的 啊 好 那么担保合同 被确认无效之后呢 担保人啊 保证人等有过错的话 应当根据其过错 各自承担 相应的责任 讲义都说了 是担保合同 谁告诉你 讲的是发重包呀 一开始都说了啊 讲义都拿到了 干嘛呢 就是 这不讲义都有吗 在那给你讲 你就好好听呗 好 这是呢 我们今年呢 就说是按照最新 之前的不留了个东西 没有说嘛 啊 没有说啊 所以呢 给大家放到这 好了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相关的内容 说第一个 根据民法典来说 除了担保合同 六约定之外 组合同无效 担保合同 怎么办 这除了特殊情况 只要是担保 组合同无效 那么担保合同 它也就跟着无效 对吧 那么答案呢 是选C 怎么效率带定呢 是C啊 原则上就是主无效 担保合同 它就无效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目 关于担保的说法中 正确的有 第一个 担保是用意物权的一种 来大家想一下 我们的物权呢 有三个 对吧 第一个呢 叫所有权 第二个呢 叫用意物权 第三个呢 叫担保物权 对吧 所以呢 这个担保呢 哎 它跟用意物权呢 是并列的 担保呢 属于啊 担保物权 里边的谁啊 抵押 质押和留置 对吧 他们属于啊 并列的 而不是包含关系 那么担保的目的 就是为了保证 实现特定的债权 说白了 就是为了促使 你要还我钱 对吧 主合同有效 担保合同就有效吗 你要记着啊 主合同有效 担保合同 它不一定有效 主合同无效 可以另外约定有效 对吧 就刚刚刚我们跟你说的那个司法案例 组合同无效 原则上呢 也是无效的 但是我们可以约定另外有效 反担保不适合于民法典的规定 其实呢 这句话呢 本来呢 教材里边呢 有 但是呢 根据新的教材来说呢 给删掉了 其实呢 你只要是担保的话 那么它都适合于相关的规定 那这个呢 其实呢 也是适用的 所以答案呢 选择什么 选择B和D B和D 好 再来看一下 我们20年呢 刚刚考过去的啊 关于担保合同说法中 正确的是 第一个呢 马上给大家讲 我们先普通来看 我们先看一下BCD 第三人 为债务人向债权提供担保时 不得要求提供反担保吗 可以吧 啊 可以啊 啊 主合同效率 不用向担保合同效率啊 原则上就是啊 主合同无效 担保合同 他也无效 啊 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之后 担保人不再重担民事责任 那如果说是因为双方有责任 导致这个合同被确认无效之后呢 要各自重担过错责任 对吧 那无效呢 他也可能是因为某些原因导致的 所以呢 也需要重担相关责任 所以呢 A选项 保证合同双方当神 就是保证人和债权人 就是你啊 和银行 对吧 那我们就紧跟着来一下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保证 那么第一种担保方式 好 还是看这个图 对吧 好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啊 假设的话 我还是说一下那句话 我呢 去银行借钱 银行呢 怕我还不上钱 对吧 那我找一个人呢 来做保证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我说我以我的人格来做担保 银行呢 就说你的人格是不值钱的 所以呢 我需要找一个谁啊 我和银行以外的第三人来给我做保证 对吧 所以到这里呢 我们要明白保证找的是啊 你债务人和债权以外的第三人 啊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保证人的话 他是额外的第三人 然后呢 现在我找了你了吧 你来帮我做这个保证人 你需要对谁下保证啊 你需要对债权人下保证 对吧 我保证 心安的他能够按时还钱 如果他不还钱的话 我帮他还钱 那你光说嘛 口说无凭 要白纸黑字 所以呢 我们要签一个什么 签一个保证合同 那保证合同 就是谁和谁签的 保证人和债权签的 也就是这里边的 你和银行之间 要签一个保证合同 说当债务人呢 不履行债务的时候呢 我来帮他履行债务 那么这个保证合同 有什么内容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 第一个呢 就是被保证的主债权的 种类和数额 就说白了 我帮他担保什么呀 担保多少呀 对吧 那他履行的一个期限 你不能说 让我随时就帮他还钱吧 你得先让他找他还钱 如果他不还钱的话 我再帮他还钱 你得有一个履行期限 还有相关的保证方式啦 保证范围啦 和保证期间 后边这三个的话 其实呢 你不需要去记 什么意思啊 我们后边会给大家讲 你讲完了知道 他都是维尔这个保证来说的 所以他都是我们保证合同的内容 好 那来看保证方式 保证方式呢 有两种 一个呢 是一般保证 一个呢 是连带责任保证 先听我讲 啊 有约定 从约定啊 就是我们在合同里边约定 我帮他做一般保证 还是帮他做连带责任保证 但是如果说在合同中没有约定 或约定不明确的话 要注意改了 按照什么 按照一般来承担相关的保证责任 那么好了 有人会问了 老师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来听我来给大家说一下 一般保证呢 指的是 如果说我到期不还钱 干什么 银行呢 要给我先下催告 催告我还钱 如果说催告完了以后 我还是不还钱的话 他要去法院起诉我 起诉完了以后 如果说我还不还钱的话 他要去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 执行完了以后 如果说我还是没有把钱还完了之后 再来找你这个债务人 找你这个保证人 所以对你来说 风险大不大 不大 对吧 我们的一般保证呢 指的是先去找债务人要钱 如果债务人呢 实在是还不了的话 再找保证人要钱 这是我们的一般 那么连带呢 到期如果我不还钱的话 银行呢 咱们说过 找连带责任 找谁都行 只要我到期不还钱 他可以直接找债务人要钱 也可以直接找你这个 保证人要钱 对吧 连带责任 找谁都行 啊 找谁都行 好 然后呢 来看一下我们下边这个地方呢 也属于新家的啊 说在合同中约定 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 由保证人来承担责任的 为一般保证 这个呢 刚刚跟你说了吧 就是先找债务呢 来履行债务 如果说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的话 再去找保证人 叫做一般保证 那我们来看下边这个一般的保证的一个程序 你来看 就是呢 在主合同 如果说是我们说是正常来说 如果不还钱的话 他怎么办 催购 催购完了以后呢 应当呢 进行一个起诉或者仲裁 起诉或仲裁完了以后的话 要干什么 再去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完了以后 如果还不行的话 这个时候呢 才找谁啊 找这个保证人去还钱 这是我们一般保证的 对吧 所以呢 如果说我们在合同里边约定 一般保证的话 那么他如果没有去起诉 然后呢 没有去强制执行 就不能来找你这个保证人要钱 所以呢 你对保证人的话 如果你发现他没有起诉 发现他没有去申请强制执行的话 你怎么办 你就有权拒绝呢 承担保证责任 但是有以下这种情况呢 是除外的 就是以下这四种情况的话 是什么呀 他甭管什么时候都可以直接来找你要钱 第一个 这位人下落不明 且无财产可供执行的 人跑了 而且他名相没有任何财产 那这里呢 我来给大家举一个我身边亲人例子 所以呢 你们如果要去做担保的话 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这是个真事啊 好了 我就说啊 这是我亲姑姑 然后呢 他呢 给我妹妹 因为我妹妹的有一个 在那不是说给小孩找干爸干妈吗 然后呢 我妹妹 我妹妹这个干爸呢 是包工头 我就要包工头了 啊 是个做包工头的 然后呢 咱们说你现在的话 做包工头 你手里没点钱 你是没有办法去招人的 对吧 所以呢 他怎么办呀 他呢 要去银行呢 做贷款 银行呢 做贷款呢 他这个时候呢 银行呢 就让他找保重人 他找了谁啊 就找了我姑姑 他们做保重人 好 没想到那一年呢 赔了 赔的血本金光的 你但是人家呢 怎么办 人家做了一件事情 他要跑路啊 他要跑路 跑路之前 人家把自己名下的所有财产 全转移给了他儿子名下 就在跑路之前 人家把他名下所有的房产 都转到了他儿子名下了 跟他没有丝毫关系了 好了 他跑了 下落不明了 对吧 然后呢 他名下没有任何财产量 人家说老师负债子偿 负债子偿呢 那是什么呀 你儿子要去继承父亲的 父亲债务 父亲的遗产的时候 这个呢 不是继承 人家直接怎么办 直接送给他儿子了 这个呢 不是继承 对吧 所以呢 他名下没有任何财产可执行了 那这个时候呢 只有我姑姑他们去帮他还钱 这是个真事 虽然你一定要注意一下 不要轻易的给人家去做担保 真的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平时关系再好 对吧 到了金钱面前 该跑了 人家还是跑 该空你 没得商量 好 第二个 法院已经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的 债务人都破产了 我起诉他也没有用了 我强制执行也没有用了 怎么办 找你来要钱吧 债权有证据证明 债务人的财产不足以履行全部债务 或者丧失了履行债务能力的 说白了 我证明了他已经没有能力还钱了 我起诉他也没有用了 对吧 我申请强制执行也没有用了 怎么 你这个保证人来还钱吧 你是不能拒绝的 好 保证人的书面表示放弃本款规赠权利的 就说白了 你对保证人呢 你明确表示 我放弃 你前面要经过什么 催告了 起诉了 强制执行 这些程序 我都表示放弃 就说明了 我可以接受 你直接来找我要钱 那么这种 这四种情况的话 是什么呀 是可以啊 拒 是不能拒绝的 好 这个呢 是属于我们新家的啊 二件里边新家的 二件呢 就是一件的一个风向标 所以呢 到时候肯定会按照这个来改 那我们就按照这里呢 来给大家说一下 什么情况 你是不能拒绝的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 再来看一下保证人资格 对吧 谁能做于保证人啊 很简单 只要你有还钱能力 只要你有还钱能力 保管你是个人还是法人 都可以来作为保证人 但是我们往往呢 不是要掌握这个 我们要掌握的什么呀 谁不能作为保证人 总共呢 有三个 第一个呢 叫什么呀 叫做机关法人 不能作为保证人 对吧 主要呢 说的就是行政机关 国家机关 他是不能作为保证人的 那么第二个呢 以公益为目的的非盈利法人 什么学校了 公办的学校啦 医院啦 等等 对吧 以公益为目的的 还有各种协会 第三个呢 就是非法人组织 非法人组织呢 没有法人资格 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所以呢 他是不能去作为保证人的 好 这三个 那除此之外的话 原则上就可以来作为保证人 啊 好 就是这个 好 然后呢 来看一下保证责任 发现你们的点呢 永远不在这个考点上 那么厉害 为什么还过不了呢 对吧 前听课啊 保证责任 就说白了 你让我帮你还哪些钱呀 这个呢 是双方呢 在合同里边约定 来你看一下 我们的担保的范围有哪些 第一个呢 是主债权和利息 我找银行呢 借了一百万 利息呢 是十万 对吧 那你就帮我担保这个 然后呢 违约金 什么叫违约金呀 双方呢 在合同里边约定 任何一方违约 应当赔违约金 如果造成损失 应当赔相关的损害赔偿金 还有一个 实现债权的费用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就银行呢 为了促使我还钱 他去法院起诉我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会有一些诉讼的费用 那么这些的话 如果说银行赢了官司 那当然他肯定赢 那是由我来还的 对吧 但是呢 你作为保证人 你也要承担相关的保证责任 就是你需要承担这些 主债权和利息 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 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好了 这个地方叫什么 有约定 从约定 如果说没有约定 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话 应当对全部债务来承担责任 什么意思啊 你跟银行呢 签了一份保证合同 合同里边是这样说的 我对安国庆的主债权和利息 承担相关保证责任 好了 事后的话 银行只能找你要主债权和利息 那什么违约金啦 赔偿金啦 其他的费用呢 是不能找你要的 对吧 有约定 从约定 约定什么 要什么 但是如果说没有约定 或约定不明确的话 这个能要 这个能要 这个农药 这个农药 这个也农药 就说吧 全都帮着我赔 全都帮我赔 好 这是这个啊 然后呢 再来接着往下看 在保证期间 债权人呢 依法呢 将主债权转让给第三人的 保证人呢 在原担保范围内呢 继续承担责任 当然有约定 从约定 我们只需要掌握住前面这句话就行了 我来给大家举例子 还是 那我呢 去工商银行借的钱 对吧 我去工商银行借钱 那么工商银行呢 就是债权人 我呢 是债务人 你作为这个保证人 对吧 好了 工商银行呢 把对我的债权呢 转给了农业银行 来 大家想一下 不管是我还是你 不 我不 这个地方的话 是工商银行也好 还是农业银行也好 对于我们来说 有没有影响呀 没有呀 对吧 那要么我还给工商银行 要么我还给农业银行 反正这个钱呢 我始终是要还的吧 那你也是帮我做担保 都是这样的 没有任何的影响 所以那这个时候呢 进行债权转让的话 是不需要承担 保证人的同意的 那么保证人呢 在原担保范围店 继续担保就行了 因为对你来说 没有任何利益的影响 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好 再来看上面这一个 那么保证期间 债权人许可债务人转让债务的 应当取得保证人的书面同意 如果说保证人对未经期同意转让的债务 就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了 那么这句话怎么来理解呢 还是那样的啊 我去工商银行借钱 对吧 我是债务人 然后呢 我跟工商银行说 我不要还钱了 我让我的父母来帮我还钱吧 来 那你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想呀 好 你不还钱了 你让你的父母来帮你还钱 那么你的父母 如果说没有这个还钱能力的话 最后倒霉的就是我这个保证人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对你来说 有没有利益的影响 有呀 对吧 所以呢 在转让债务的时候呢 可能会对于这个保证人造成利益的影响 这个时候一定要取得保证人的书面同意 如果说保证人没有同意的话 那就不再做担保了 好 之后呢 再来看下面这个 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协议变工主合同 什么叫主合同啊 本来呢 我去工商银行借了十万块钱 对吧 我用你来做担保的话 你帮我还多少钱 你就帮我还十万块钱吧 好了 现在呢 我跟工商银行说 我不要借十万了 我要借十五万 那是不是多了五万块钱 多了五万块钱的话 对你来说有没有影响 有呀 你事后的话 可能要帮我多还五万块钱呀 那么这个时候呢 也是只要对你有利益影响的话 就得取得保证人的书面同意 如果说未经同意的话 那也就不再担保了 但是要注意下 原担保呢 是继续有效的 什么意思 还是帮着还这十万块钱 多说那五万呢 就不再管了 是原担保呢 是继续有效的 好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地方 好 再来看 一般保证的保证人 未约定保证期间 保证期间呢 为主债务履行期 届满知识期呢 往后推六个月 那么连带责任呢 也是 如果未约定保证期的话 自主债务履行 届满知识期 往后推六个月 什么意思 就是保证期间呢 是有约定 从约定 没有约定的话 为主债务履行期 届满知识期呢 往后推六个月 怎么能理解呢 我们来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 合同里边约定 保证期间是两年 约定好了 保证期间是两年 人说到 你要帮我做担保 做两年 那么这两年 从哪天算呢 就是从我最后 还款的那一日算 合同里边约定好了 是2020年的5月31号 是我的最迟的还款时间 对吧 所以呢 如果是5月31号 这一天 我不还钱的话 从2020年的6月1号起 往后推 两年 未来的这两年呢 就是你的一个什么 保证期间 那么银行呢 先去催告我还钱 然后呢 去起诉我还钱 然后呢 申请强制执行 让我还钱 对吧 然后呢 如果还不了的话 在这两年里边呢 找你要钱 这是他在这两年里边 要去做的 有约定 从约定 那么如果没有 约定保证期呢 哎 就是从我应当还钱的那一天起啊 往后推 就是最迟还钱的那一天起 往后推6个月 就是在这6个月里边呢 他要完成各种手续 对吧 包括呢 找你让他还钱 那如果说在这6个月里边 没有找你要钱的话 6个月以后呢 就跟你没有丝毫关系了 你也就不再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了 啊 有约定 从约定 没有约定的话 则主债务履行期 借满制期呢 6个月 甭管是一般 还是连带 你就要瞎聊 我刚刚说 非法人组织 无法独立 承担民事责任 对吧 他不是法人 他没有法人资格 对吧 所以呢 他不能去承担相关的保证 你我在讲都说了 干嘛 你看你们聊的比谁都还 一个个的都比谁都厉害 对吧 所以呢 我在讲的时候呢 你们别瞎聊 每一句话都解释了 都不听 好 再来看一下这个担保的种类 这个呢 了解一下就行了啊 那么第一个呢 叫投标保证金 这个呢 是由投标人交的 什么意思啊 我交呢 这一部分钱 保证呢 我在招投标的阶段 不随便的去撤销我的投标文件 对吧 然后呢 如果说我随意的撤销的话 你可以没收我的投标保证金 那第二个呢 叫履约保证金 这个呢 是中标人签的 什么叫履约 履行合同啊 就缴纳这个钱的目的是干什么 为了保证 我能够完全的履行合同 对吧 给你把活干好 第三个呢 叫什么 叫工充款支付担保 大家想一想 我把活给你干好了 我怕什么呀 我怕你不给我钱呀 所以你也需要给我一个担保 叫什么 叫工充款支付担保 能够保证你给我工充款 最后呢 还有个叫预付款担保 什么意思 我们说预付款呢 指的是你还没有干活 我提前给你工充款 对吧 万一你跑了咋办 所以呢 这个写款潜逃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哎 你要交一个预付款担保 好 这呢 了解一下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题目啊 好 第一个就是保证合同 是谁和谁定立的合同 谁对谁下保证啊 保证人对债权下保证 我保证债务人能够按时还钱 如果他不还钱的话 我帮他还钱 对吧 哎 就是我们的保证人和债权是双方当时 好 大家看 根据民法典规定 下列条款中属于保证合同应当包含的内容有什么 对吧 就是呢 第一个我帮你保证什么呀 主债权的种类 然后呢 就是保证的期间 保证的方式 保证的范围 对吧 后边这CDE的话是专门呢 来给大家说的嘛 啊 专门来给大家说的CDE啊 当然前面还有个A啊 ACDE 好 再来看 加健身单位呢 和以施工单位 签了一份施工合同 由丙公司呢 为甲呢 出具一个工程款的担保 担保方式为一般保证 甲道签呢 未能支付工容款 则已呢 怎么办 这个地方呢 说的是一般保证 一般保证呢 我们说先找债务人 要钱 对吧 那这里边的话 谁是债务人啊 哎 是我们的甲公司 对吧 只能销求甲呢 先行支付 如果说甲呢 确实没有能力去还这个钱的时候呢 再去找并用公司要钱 啊 选的是C 好 再来看 甲施工企业和水泥厂呢 签了一个采购合同 并由丙公司呢 来作为保证人 那么担保呢 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货款 但是呢 担保合同中并没有约定担保方式 则问你 这个担保方式是什么呀 有约定 从约定 没有约定 按照最新的规定 叫什么 按照一般来做担保 对吧 是A选项了啊 A选项了 按照一般来做了 有约定 从约定 没有约定 按照一般来做担保 好 再来看这个 甲企业向银行呢 借款一百万元 由丙呢 来作为保证人 合同签订后三个月 然后呢 甲赫义呢 协商 将贷款金额呢 增加到一百五十万 甲赫义呢 通知了丙 丙呢 问与答复 甲赫义呢 不能偿还债务 则说法中正确是 你看 让丙呢 来作为保证人 丙呢 帮他还多少钱 本人呢 是还一百万 现在改了 改成一百五十万 对于丙来说 有没有利益的影响 有吧 这要协议变工 组合同 是有利益的影响的 有影响的话 就需要走吧 书面告知 保证人 并且要取得书面同意 没有取得书面同意的话 就不再担保了 但是原担保的话 继续有效 对吧 那这一百万元的话 还是要担保的 因为呢 你通知了他 他没有答复 也要记得啊 如果说有利益影响的话 你要通知他的话 一定要取得书面答复 没有书面的话 一律是为不同意 所以呢 怎么办 这一百五十万里边的话 这一百万还是要担保的 但是终加的这五十万呢 就不再担保了 所以呢 答案呢 选的是D 应当对一百万担保 但是呢 终加的五十万就不再担保了 就不再担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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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看看他们在多么厉害 我就看看他多么厉害 还19年 20年 我用21年的东西讲课 你拿19年 20年东西来评价我 真的是啊 好 来看一下 甲乙双方呢 签了买卖合同 秉呢 为你的债务呢 提供保证 但是啊 并没有约定担保方式和保证期间 走过于该说法中证据的是 第一个啊 保证期间和买卖合同的诉讼 实际上呢 是相同的 咱们说吧 保证期间有约定 从约定 没有约定的话 为什么 主债务旅行期 届满之日 往后推六个月 当然往后说 老师可不可以约定少于六个月 少于六个月的话 傻呀 那简直是玩不过来 你要去催告 要去起诉 要去强势执行 我觉得这个债务人呢 他真的是傻 少于六个月 当然你也可以啊 你要说是你不怕的话 你就往后少 啊 诉讼时效的话 应该什么 应该是三年 所以呢 不是相同的 接着说 没有约定担保方式的话 怎么说 有约定 从约定 没有约定的话 按照一般来走啊 我已经说了 按照最新的来说 最新的来说 干什么呀 那保证期间的话 有约定 从约定 没有约定为 主债务旅行 届满之日起呢 六个月 对吧 好 假在保证期间 未经病的同意 将主债权转给了丁 病呢 就不再担保了 来看 那么假是谁啊 假是债权人吧 来我问你 债权人转债权 需不需要同意啊 不需要啊 我给你举例子呢 不管是还给工商银行 还是还给农业银行 这个钱呢 我始终是要还的 对吧 所以你只需要告诉我 把钱还给谁就行了 这个时候呢 不需要征责同意 但是什么时候同意啊 如果说转让债务的话 那个时候呢 会对保证造成影响吧 那时候是需要取得同意的 而债权转让 是不需要经过同意的 所以呢 他还需要继续担保 在保证期间 没有要求比我呢 承担保证责任 则比我呢 免除责任了 就是在这六个月里边呢 我没有找你还钱 超过六个月了 那就没有必要了 对吧 就是能在这时间里边 去找你还钱 好 所以那答案呢 选择什么 选择是B和E 好 再来看一下这个 下列主体中 具有保证人资格的事 好 第一个 公益事业单位 那这个呢 是不行的 对吧 然后呢建筑行业协会 等会呢 来跟你说 清算中的法人 清算了 是不是都已经破产了 没有能力了 所以那这两个呢 会被删掉 剩下的就是B和E 那在我们国家的话 要注意一下 这种协会的话 一般呢 都属于什么呀 以公益为目的的 相关的非盈利法人 因为呢 他们都归谁管 归民众不管 啊 也属于以公益为目的 非盈利法人 所以那相对然的话 国有金融机构 就是我们那些四大银行之类的 那么他是可以具备法人资格的 啊 还有人说 刚才还有看到有人特别厉害 说非法人组织 是婴儿 也不知道是 反正我这我觉得不是听我的课吧 对吧 我肯定没有说过组织是婴儿 什么叫非法人组织啊 我们在讲税的时候跟你说过 对吧 什么合伙体企业了 个人独资企业了 虽然呢 它是个组织 但是什么 属于非法人组织 是由个人的来承担责任的 啊 组织 它不是婴儿 一个是组织 一个是人 怎么能画等号呢 啊 他是这个情况 一般呢 是没有相关 能够重立民事 能够独立 承担民事责任的这么一个能力 所以呢 他们不能作为保重人 啊 这道题呢 答案呢 选的是D 好 再来看这道题 这是19年了 给大家改的 当时呢 在合同中约定 如果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 由保重人来承担保重 为连带责任 什么 先找债务人 再找保重人 叫什么 叫做一般保重 对吧 如果说对保重方式没有约定 或约定不明确的话 应该什么 按照一般来做 那么对保重范围没有约定的话 应当对全部债务来承担责任 什么 主债权 利息 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 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对吧 有约定 从约定 没有约定 全都赔 那么一般保重的保重人 未约定保重期的 为主债务履行 借满钱 六个月吗 那么什么 借满志其 往后推六个月 啊 借满志其 六个月 最大答案呢 选的是C选项 你没要回钱的话呢 只能说你自己在想办法呗 你这东西的话 你跟我跑我这 这有没有什么用了 刚刚跟你说了嘛 咱们说啊 本来约定好了 2020年5月31号来还钱 对吧 约定好了 2020年5月31号来还钱 如果是不还钱的话 那就什么 旅行 借满志了 有一句话叫法无禁止皆可为 你别在那将 你将没有任何用处 你将反 你将的话明年再见呗 对吧 反正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影响 无非呢 你就骂我说我讲的不好 你过不了吗 对吧 我现在告诉你 就三个人可以不能做 一个是行政机关 对吧 一个是非法人组织 还有是以公益事业 以公益为目的的非盈利法人 那你非得要跟我将 那没有任何的用处啊 反正我该讲我的就这样的啊 原来是原来 现在是现在 我按照现在来讲 你就不要去考虑原来了 好吗 按照新的 咱就不要去考虑原来了 已经过去了 对吧 我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说过嘛 新年已经开始了 咱们就不要往回头看了 往前走 现在讲什么就是什么 啊 让你怎么记 你就怎么记 你非得在那讲干嘛呀 还有人拿着19年的教材 18年的教材来弄 没有什么用啊 没有什么用啊 也别说我脾气不好 确实呢 也真是 真的是 你不求劝 确实容易导致人脾气不好啊 好了 之后呢 来看下边这个 抵押 质押 留置和定金 首先的话 来看一下我们的抵押 那么抵押呢 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基本的法律概念啊 说为了保证债务的一个旅行 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财产的占有将该财产的抵押给债权人的 如果是债务人呢 不履行 盗窃的债务或者发生一些其他情形的话 有权就该财产的优先受偿 提供财产的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为抵押人 债权人呢 为抵押权人 提供的财产呢 为抵押财产 好 这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是吧 去银行呢 做一个什么 抵押贷款买房 大家想一想 你如果是你买房子的话 你也会发现 你把房子抵押给了银行 你还能不能住啊 你把房子抵押给了银行 还能不能住啊 能住啊 对吧 所以那怎么办 是不转移这个财产的占有的 是不转移的 是吧 那些我把房子抵押给了银行 我要贷款30年 如果这30年我不让我住的话 我有必要去抵押贷款吗 对吧 我还不如去卖个肾呢 卖个眼角门呢 对吧 所以呢这种情况的话 一定要注意一下 抵押呢 是不转移对财产的占有的 好 这是第一个 其次呢 我们来给大家来说一下 假设我还是拿我来做举例子啊 假设我呢 去银行做贷款 那么我是债务人 银行呢 是债权人 对吧 这个呢先捋好 好了 我自己的名下有房子 我把我自己的房子抵押给了银行 就是啊 我把我自己的房子抵押给了银行 那你会发现这个房子是这样 这个房子是我的吧 我把我自己的房子 你说提供财产的这个人就是抵押人 所以呢 我把我自己的房子抵押给了银行之后 那么我这个时候呢 还是抵押人 对吧 我既是抵押人 又是债务人 我把房子抵押给了银行 那么银行呢 这一圈人就是抵押全人 这是一种情况 那有人会发现 老师还有一个第三人 对吧 好 我们来看这个 好 还是我呢 去银行呢 做贷款 我去银行做贷款 然后呢 我是债务人 银行呢 是债权人 对吧 然后呢 但是呢 我名下没有任何房产 但是我爸妈有呀 对吧 所以呢 经过我爸妈的同意 经过银行的同意 我把我爸妈的财产 房产抵押给了银行 因为对于银行来说 他不管是谁的房子 只要能够保证 日后你还不了钱 我有东西来补偿就行了 好了 那么现在的话 这个房子谁的 这个房子是我父母的 对吧 相对于我和银行以外 父母呢 就是什么 第三人 对吧 那这个房子谁啊 这个房子是我父母的吧 所以呢 我的父母的房子 那我父母呢 就是什么 就是抵押人 然后呢 银行呢 拿着房子了吧 所以那银行呢 是抵押权人 这里呢 又告诉我们了 一个概念了 我问大家 第一句话 债务人一定是抵押人吗 债务人一定是抵押人吗 不是 你要明白 抵押人呢 指的是房子是谁的 谁就是抵押人 对吧 谁提供的这个财产 谁就是抵押人 那么这个抵押人呢 可能是债务人 也可能是俄外的第三人 但是啊 债务人一定是抵押权人 又拿写反了 啊 这个地方写反 这个少少少写了个字吧 抵押权人 少写了个字 好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啊 然后呢 来看一下抵押物 能够抵押的 大家想想 能够抵押的 那有两种 一个呢 是不动产 一个呢 是动产 你能够进行处理的 那就是能够抵押的啊 分两种啊 一个呢 是不动产 一个呢 是动产 好 来看一下 第一个呢 谁呀 哪些不动产呀 叫建筑物和土地的附着物 对吧 就是拿着房子 去做抵押 第二个呢 我们在一开始呢 就讲过 对吧 建设用地使用权 虽然说呢 他带着这个权 但是大家注意一下 他不是单独的权利 你想想吧 来建设用地使用权 是使用这块土地的权利 对吧 那么这个权利 他能够离开土地吗 他是离不开土地的吧 对吧 建设用地使用权 他能够离开这个土地吗 他离不开吧 所以逢随递走 递随逢走 对吧 所以到这个地方呢 他也属于不动产 那么第三个呢 叫什么 叫做海域使用权 什么叫海域使用权啊 他就类似于这个建设用地使用权 你看建设用地使用权呢 是对土地来说的 对吧 我要用这块土地去盖房子啊 之类的 那么什么叫海域使用权啊 我承包了一片海域 我要搞用他来搞养殖啊 搞养殖 那么海域这个时候呢 也算是不动产 还有一个什么 正在建造的建筑物啊 正在建造的也可以去做抵押 那么这都属于啊 不动产啊 既然说呢 是不动产的话 我们在之前也跟大家讲过 只要出现不动产 立马就要想到 跟他有关的权利 都用到什么呀 自登记时设立啊 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 一定要去登记啊 一定要去登记 好了 那第二种呢 是动产 对吧 动产的话有什么呀 什么设备啦 原材料啦 半成品啊 成品 正在建造的传播 航空器 以及相关的交通工具 那么这些呢 属于动产 动产呢 抵押权呢 自合同生效时设立 合同生效了 就设立了抵押权了 好 这里呢 不光这样来考 会怎么考 第一个呢 就问你 哪些呢 是可以抵押的 你甭管分动产 还是不动产 你往里边选就行了 就怕这样来考 说下列 哪些财产的抵押权 自登记时设立 出现登记 立马选什么 选不动产 哪些财产的抵押权 自合同生效时设立 立马选什么 立马选动产 看清楚 人家问的是登记 还是合同生效 如果登记 立马选不动产 如果说合同生效 立马选动产 好 这是说 哪些呢 是可以抵押的 再来看 哪些不可以抵押 你能够处理的 就能抵押 那你不能够处理的 不是你的东西的 那就肯定不能抵押吧 好 第一个呢 叫什么 叫土地所有权 土地所有权 要么归国家所有 要么归农民 集体所有 你能够处理吗 你处理不了 对吧 第二个呢 宅地地 宅地地 自留地 自留山等 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 谁有的 集体所有的 你能够上次处理吗 不能 但是说法律允许的话 也行 但前提是原则上 这些呢 是不行的 原则上是不行的 但是农村呢 它不是确权了以后吗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呢 也是可以的 但原则上是不行的 好 第三个 学校 幼儿园 医院 等于公益为目的的 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的 教育设施 医疗 卫生设施 等等 第四个 所有权 使用权 不明 或者有争议的 我说是我的 你说是你的 到底是谁的 不知道 所以到这个时候 我不能去擅自处理 第五个 已经被查封 扣押和监管的 哪怕是我的 我也动不了 对吧 贴着封条呢 这些呢 是不可以擅自去动的 好 就说吧 一定不是自己的 或者处理不了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是不能抵押的 然后呢 再来看一下抵押的效率 抵押的效率呢 其实没有做公改 那他们担保呢 是一样的 但甭管是保证 抵押 质押 还是留质 他们的范围呢 都是一样的 什么呀 主债权 利息啊 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 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有约定 从约定 没有约定 全都赔 一个道理 对吧 你看 主债权 利息啊 违约金 少了个顿好 他这书呢 一直没有改过来 损害赔偿金 实现债权的费用 对吧 可以呢 在合同中约定担保的范围 就说完了 有约定 从约定 没有约定的话 哎 全都赔 好 抵押人呢 有义务妥善 保管抵押物 并保证其价值 不光是我把动产 还是不动产 抵押给了银行以后 因为呢 是不转移战友吧 这个车呢 我还该开了 还开 对吧 这个房子呢 我该住了 还住 但是呢 我要保重他呢 他的价值 你不能 你看比如这个车 我不能说天天随便的找个马路牙子撞撞 找个电线杆子撞撞 对吧 拿个小刀在上面画个画 那这是不行的啊 我要保重他的一个什么价值 那么在抵押 我把房子抵押给了银行之后 还能不能去卖掉这个房子呢 如果说我们很多人呢 经历过这个事情 你会发现 我把房子抵押给了银行之后 经过银行的同意 我还是可以把这个房子给卖掉的啊 所以呢 在抵押期间 抵押人呢 经过抵押全人同意 转让抵押财产的话 可以啊 但是呢 应当将转让的价款呢 向抵押全人提前清产或者提存 就说白了 你如果说把这个抵押物给卖掉以后 这个钱呢 要么呢 你提前去还钱 要么呢 你提存 什么意思呢 我来给大家举个例子 假设呢 我去银行呢 借了一百万 啊 咱们假设呢 还剩还欠他一百万啊 还欠他一百万 好了 那么在这个抵押期间呢 经过银行的同意 我把这个房子呢 给卖掉了 对吧 假设卖了一百八十万 啊 咱们就假设卖了一百八十万 好了 那么这一百八十万 我该如何去处理呢 我能够都随便的去花吗 不是 有两种途径 要么呢 我把这一百万给他还了 叫什么 叫做齐田 提前清偿 对吧 要么呢 怎么 提存 哎 我就不还你 对吧 但是你不还的话 你也不能随便花 你需要怎么 你需要把这欠的一百万 放到公众机构处 你放那 谁也不能花 然后呢 由公众机构呢 按月呢 帮你去还钱 按照约定 帮你去还钱 但是 对吧 你要么呢 提前清偿 要么呢 提存 两个里边选一个 啊 也说呢 你的欠款发挥里边 是不能随便花的 当然 老实说 那么多卖了那八十万呢 那八十万你随便走 对吧 你爱干嘛干嘛去啊 你买个油条 也没人管你 但是呢 在这欠款 这一百万的话 要么提前清偿 要么呢 做提存 好 这是两个里边选一个 然后呢 再来看下边这句话 下边这句话呢 经常有人做错 什么呀 转让的价款 超过数额部分呢 归抵押人所有 不足的部分 由债务人清偿 对吧 我把房子抵押给了银行 还是那句话 本来呢 是欠他一百万 然后呢 经过银行的同意 我把房子呢 给卖掉了 卖掉了一百八十万 对吧 那么这一百万的话 应当去还钱 是不是还多了八十万 那么这八十万给谁呀 房子是谁的 就把这八十万给谁 对吧 因为房子 所有人就是什么 抵押人 所以说 谁的房子给谁 就是归抵押人所有 凡事就怕出现例外 对吧 比如说 好 我欠了他一百万 把房子卖了 只卖了八十万 还欠二十万吧 那么这二十万 由谁来补啊 不足的部分 由债务人清偿 说白了 谁欠钱 谁去还 所以在这里呢 它是两个概念 一个是抵押人 一个呢 是债务人 好 那么在抵押期间呢 没有经过同意 是不能转让的 所以呢 经过同意呢 是可以转让的 好 抵押的行为 足以使抵押物价值减少的 抵押权人 有权要求 抵押人停止其行为 对吧 发现呢 你在车上画画 然后呢 去撞毛了牙子 银行呢 如果发现之后呢 可以有权要求你停止的 啊 抵押权和债权呢 是同时存在的 不能单独分离啊 单独转让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就说白了 你如果去工商银行借钱 你就要把房子抵押给工商银行 你能不能说 我去工商银行借钱 我把房子抵押给农业银行 这个是不行的 找谁借钱 把东西抵押给谁啊 他们是同时存在的 不能单独分离转让 好啊 股票的话是可以质押的啊 来看一下抵押权的实现 啊 我们把这个地方讲完了之后 算了 不讲了 现在是几分 这呢是55 咱们休息10分钟吧 休息10分钟啊 我都说了 我用的是21版的二件里边改的东西 怎么就不听话呢 哎 21版的二件 它的就是我们21版一件的一个风向标 你等于拿着到时候拿着 你拿着五月份的一件教材 你来看看肯定是什么 等会儿跟你讲 后边还有质押呢 没有多大的变化 没有多大区别啊 我不抽烟 给大家说个玩笑话 我去年呢 在上二件的时候呢 我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觉得呢 大家上课呢 比较累了 我说歇会儿 我喝口酒 实际上就是呢 在那喝口水 谁上课去喝酒呢 还真有人当真了 直接呢 去到现在还去 还拿这个视频呢 去找我们的相关工作人员呢 说老师上课怎么能喝酒呢 啊 人呢 别有事别那么较之啊 我怎么讲 你就怎么记就行 你不用管民法典 你也不用管其他的啊 那对거든요 很好 我都打算你最后 我把掌握你 为了 谢谢观看